講準事實 專業的主席議員共產黨 我亦都是不斷反對這個議員的修正 這一條立法會議席選議員共選的文化修正 就是本門董事和與民為敵的組合 我是美國人 我都很認識 從來未聽過議會代表選舉 他可以這樣被倒覆成學校選板像的風紀隊員 現在立法會議公民的議員和選民事分 現時特區政府一路循環 一路循環的組合 比較新的組合過英國 組合體化的趨勢 之前英國主義那種時代 這次政府遺留下來的功能組別消滅了 現在不僅繼續保留功能組別 更加可視的是幾乎草外只適用於直選 而不適用於功能 成為政府怎可以如此倒行逆施 用這種效果來加化的防守方法 是否選擇了香港人 大概350萬人才特地選一選文化 已經為了自己的自由 為了所謂的投選人口 用選舉的首名和派遞上 這不是只用一個撿死雞的方法 而是否不聽外國差的問題 我們要維持神聖連結的選舉 第一是要提出全民公眾的諮詢 即是這個組合最重要是全民公眾的諮詢 就是公眾的諮詢 第二是得到公眾大多數的諮詢 所以在他們這條草案裏面 議決裏面他們不應該給他們投入 推翻這些草案 然後再推翻公眾 做完香港才會有成功 香港就應該將這個focus 重心 帶來立即全民公眾去公佈 我想剛才加了一點更新 尤其是跟美國總統的 是很方釋的立法會的 即是現在proposed的普選方釋 根本美國總統 如果你以這個職位來說 是因為首長的 你不能用一個議會 說美國總統是可以實施 下一個場合 你一個立法會是不可以有立法議員 即是他前職位 或者因為陰平之際 然後問題是一個保證 要找一個層次去比較 這個問題 如果要類比的話 我會不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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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